四男子向餐馆暴力催收卫生费行不行 火21世纪了还有这种情形 这不就是黑社会吗 据电视新闻报道 这事发生在云南主区 四名男子向餐馆夫妇索要2040块的卫生费 那行这金额也不小 你这收费标准总归告诉我吧 结果面对质疑 四人不解没有解释 而且还霸装着桌子叫嚣 不给钱我就不走了 随后恼羞成怒 直接将老板娘的甩在地上 老板见状上前失救 结果也被按在地上暴打 这到底行不行的 首先我查了一下 储熊市的卫生收费办法 确实要交卫生费 对于餐饮行业80平米以上 每月以100元为基数 每增加30平米多说15块 但是再怎么收 也收不到2000多块 这不大人面前的 并且这征收单位 应该是环卫局 或者环卫局委托的单位 当然 不管这四个人 到底是不是这些部门的执法人员 首先这种打人的行为 就是违法 涉嫌故意伤害 如果压根 就不是这种人员 那还是涉嫌决定咨识行为 关键件事 你们怎么看